嗨 2020竟然也要结束了 昨天看完了一整年相机里的片段 真是很特殊的一年啊 也想不出该以什么方式告个别 那我就想到哪儿说哪儿吧 当我在漫天飞舞的梨花中跨年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2020是这样的 一月 我好快乐 今年的寒假放得特别早 刚跨完年我就兴冲冲地背着雪板去东北了 我记得征服一条条雪道的开心 也知道冰茬子或者北风钻进脖子的那种刺骨寒冷 世界上最痛并快乐的地方是哪儿呢 是祖国北方吗 人啊是不能嘚瑟的 第11天我就把自己的手腕给弄骨折了 回家的路上我哥一直提醒我 一定要戴好口罩 至于原因后来你们也都知道了 然后呢我在家度过了原计划一个月 最后被应声延长成九个月的假期 其实也挺幸福的 突然有了那么长一段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哦当然 除了独自在房间隔离的那十天 1月22号 大年三十的前一天 我不会忘记 体温记上的数字和武汉封城的消息 一起袭击了我 第一次 我他妈的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恐惧 隔离的日子挺魔幻的 每天接受从门缝里塞进来的食物 不分白天黑夜地刷着社交平台的消息 赤裸裸地面对自己不稳定的情绪 你知道武汉的冬季 蔬菜在自然通风条件下的保持期有多长吗 很不幸 我知道 是15天 当然前提是 你得把那种蔫不拉几地软烂在面汤里的绿叶菜也算进去 每天等家人都睡了 我就会来给房子消毒 打开大门通风的时候 我会坐在二楼的阶梯上 这个时候被空旷和寒冷所放大的那种紧张和不安 是我对疫情最深的感受 从四月份开始 这座城市就开始慢慢恢复生机 73天以来 第一次出了躺门 过长江二桥的时候 不夸张 我他妈眼泪都快掉下来 这种感觉很奇怪 我清楚地知道这座城市曾经住着一千多万人 可我怎么都回想不起那种细细嚷嚷的热闹了 你看 现在桥上的这些车 都让我感觉特不真实 如果说2020改变了什么 那一定是教会了我 光阴是可以虚度的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都在纠结 纠结过去的一年 一个月 一天里 有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 我乐此不疲地把倒下的flag一个一个重新立起来 我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个赛道 担心跑不过别人 担心跑不过自己 意外的是 在朋友眼里 我竟也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 但我真的 从来没有活在当下过 我习惯把自己的生活轨迹 朝向未来某种可能的结果 我习惯性地审判自己 然后一次又一次地陷入那种自我怀疑的负面情绪 七月的一天 我站上了体重称 天哪 我决定要把失序的生活拉回来 开始了规律的运动 饮食 我甚至把自己每天吃的食物 做成了一张Excel表格 有一天 我突然就开始问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在二十几岁的年纪 一个劲地打压自己生活中的乐趣呢 虽然这一年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都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我们都免不了产生一些悲观和怀疑 但我依旧有好多不会改变的憧憬 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小窝 每当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钻进来的时候 就知道该开始新的一天了 我想做一些事情 能在其中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我还想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最好能体验不同的生活 交到不同的朋友 回到五月 为了给我过生日 姐姐用家里仅存的一些材料做了两个生日蛋糕 为什么是两个呢 因为第一个失败了 当然第二个也失败了 爆浆熔岩蛋糕始终没有成功留下 能够让我们虚荣地发条朋友圈的奶油瀑布 不过 我好像越来越害怕过生日了 我烦透了每年不能控制的自省 我的生日愿望很简单 能不能不要再长大了 能不能等我这卑微的人生 有那么一丁点的进展 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去想 未来我要去哪里 我很怀疑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怀疑 我知道 每当我怀疑的时候 就是在逃避 也许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个地方 生活是容易的 但我想 也不一定非得扎进一个月3000块 换来15平米房间 每天几三个小时 杀地鱼罐头的这种生活吧 这只是很多选项中的一个不是吗 只能关在家的日子里 就不得不直面自己的情绪 好的坏的照单全收 一遍遍地对着屏幕搜索着 疫情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它将如何改变这个世界 2020会是怎样的一年 但你知道 有些答案只有时间能够给你 好在夏天来的时候 出门的日子就多了起来 我们拼命地吸收着阳光和空气 这些时候日子就过得快多了 九月 天哪 学校终于发开学通知了 北京 我又回来了 我们约好了 开学的第一天 一定要好好出去庆祝 当然 最后由于出不了校门 也只点了一顿从铁门塞进来的新酱菜 你能体会到重新见到那么多朋友的兴奋吗 教室又开始上起了课 食堂打饭窗口又排起了队 图书馆又开始站不上座 山顶洞人又开始学习如何社交了 接下来的这一段该怎么组织语言呢 我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把这个分享出去 因为我总是不愿意让朋友们知道 其实我很在乎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很多张不同的人格面具 高级嘛 这个词是我在听公开课学到的 在和同学 老师 朋友 同事 上级 甚至陌生人相处的时候 我尽力地把自己装扮成互相都能感到舒服的样子 但珍贵的是 总有几个人 和他们相处的时候 你不会去想这些 我就这么说了吧 他们中有的人 当我还是个傻X的时候就认识我了 他们中有的人忍受了我无比混蛋的样子 甚至当我所受到的教育 价值观 原则底线 通通失效的时候 也一直包容 2020年是怎样的一年呢 和你们一样 魔幻 糟糕 逝去 萧条 隔离 这些是最先蹦进我脑子里的词 12月的一个周末 终于有时间来回头看看这充满戏剧性的一年 我意识到 我们被迫打开了长达几个月的生存模式 生活好像是一只破了洞的水桶 我们不停地往里面灌水 水不停地流出来 我们精疲力竭地熬过每一天 我们度过了封城 隔离的荒谬 经历了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不安和恐惧 我们真的怀疑了这个世界好多好多次了 还好现在事情总算开始有一点缓和 我们总算有了喘息的空间 生活总算有了点生活的样子 我呢 再也找不到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来放任自己失控的生活了 对了 上周我开板了 你们看 就是这片小树林 我不自量力地滑了进去 足足狗跑了十分钟才重见天日 但是说到这儿我就难过 万圣节的时候 有一个人给我算了一挂 说我会遇见一个很好的人 还说不会等太久了 可是 在哪儿啊 陪我划小树林的人 在哪儿 唉 不管了吧 最近的生活还算规律 我还是宿舍早睡早起第一名 做着导师的项目 干着一份朝九晚六的互联网实习 不过也有时候 在一种突然的似曾相识的感觉里 就会想到去年夏天离开我的那两位 这个时候我都会停下手里的事情 好好地想想他们 想到某个夏天 某个冬天 某个干燥的午后 某个黑压压乌云密布 等着风暴袭来的天气 想到那个时候他们脸上的表情 我们之间的对话 总之都还挺好的 疫情期间的那种生活也渐渐离我远去 除了吧 有时候在上班的地铁上 偶然瞥见一块手机屏幕 就突然很想要大喊 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1080P下的晨间时光看起来安逸得毫不费力 为什么我的早晨就只有匆匆忙忙的狼狈 我试图从自己这段长达十分钟的碎碎念里 找到一个可以结束的点 是不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有这个毛病 还是只有我这样 总忍不住故作姿态地对着生活迟点一番 总想让自己看起来更深刻 至少要比别人深刻一点点 可明明昨天中午还赞叹于室友分享的美团红包 并在连声感叹中吃完了一份9块8到手的牛肉饭 便宜大碗 特别好吃 好了 我想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 不会真的有人听完我这段 奇怪 没有逻辑 混乱的碎碎念吧 如果有 我想应该就是我的家人和朋友们了 谢谢 2020年让我知道的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更重要的是也让我明白 最能给我安稳的是和你们之间的连接 那就这样吧 再见 2020